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设计一个站把游客阻挡在外面 这里的旅游产品供给如何 旅游项目的开发和推进怎么样 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 文理大发现 惊奇明察暗访 点点会更美 正在路上 交通、时速、基础设施、服务质量 我们文理小分队在一南一北的景区里 体验了一把作为普通游客的真实感受 公共交通不便捷是这几个景区共有的问题 除了自驾的游客之外 外省的游客、学生、老人 如果想去确实是有点困难 基础设施比如卫生间、缆车、休息区、医务室 我们小分队都或多或少遇到了些小尴尬 那么在之后几天的旅程里会不会收获一些满意、一点舒心 先跟着文莲继续他的羽王洞之旅吧 羽王洞的面积相比其他的省的一些以中乳食为主的景点还算比较小的 但据说他是以奇异显为主 果然刚进洞的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景视牌 这一路走来刚进入口就觉得这个路确实不是很好走 而且在这里随处可以看到景视牌 这洞里是五颜六色的中乳食特别漂亮 而且越往下走又能感觉到空气也是特别的潮湿湿润 而且整个的扶手和楼梯都是湿湿的感觉 就是我们的游客们下来的时候一定注意防止脚下的路太滑摔倒 老感觉这是下坡 他那个楼梯也不是平的 他也是个下坡 这地方就是四二的脚都放不下 我这是他三六 景区里的指示牌 其实对于游客来说确实有着很大的作用 尤其是不跟团的游客 这要没个指示牌或者指示不到位 洞里手机还没信号 那可就麻烦了 你瞧瞧 这鹏羽在龙树域景区就因为景匙牌不到位调皮了一身土 你看从我这个视角来看这其实就不是一条路 而且应该不是景区修了 只不过游客时间长了走出来的一条土路 这么高还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建议景区呢 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除了有景匙牌之外 再设计一个炸篮把游客呢阻挡在外面 那他很多人不明真相 比如从这个角度 背着要是走的话 他可能就上去了 他可能就上去了 非常危险 瞧瞧这调皮的后果 电视机前的大家伙可千万不要学捧语呀 相比之下羽亡洞里面的景匙牌确实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没走几步就能看到像文莲这样又恐高心脏又不舒服的人 看到一些路段就可以自己选择绕路游览 我的妈呀 我们刚刚呢选择了走上二层 二层的上面路上呢 就很明显的标注着心脏病啊 高血压的人群呢 是严静入内的 但是一路走上去 我们可以看到了好多的这个楼梯口呢 他的坡度大概在六十度 甚至是更高特别陡的一个坡 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 不信你到这儿看一看 就知道他为啥设置那么多什么心脏病 什么恐高标准 不下也回不去呀 然后看第一位选手 先打前面先下 来双手 再短的是老年组 然后这儿的台阶那个只能放半只 进了一带来的手套 当然那种防滑手套 中乳食的溶洞里面都是比较湿滑的 所以防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在旅游旺季的时候 游客在楼梯和石阶上上下下 就极容易滑倒 做一些哪怕小小的贴心服务 都会让游客满意度大大提升的 旅游景区真的是应该在一点一滴 都做到贴心 才会让大家产生不需此行 或者推荐给别人的想法 在相分的丁村遗址 我们就因为景区的指示盘 就差点走错了 我们驾车往里走 你会看到这么一个指示盘 丁村欢迎 往那边走的是丁村遗址 这边就是丁村民宅 丁村民宿博物馆 还有丁村文化的陈列馆 来吧 咱们先去丁村遗址 瞧一瞧 都改词了 刚才跟我们这司机大哥 我们一直在沟通 就是说目前为止 丁村遗址的指示标示牌 我觉得还是有点少 基本上你是看不到的 旁边就是我们的田地 我们现在一直在担心 就一直往下走的话 会不会直接就出村了 就离开了我们景区了 因为目前现在没有任何的指示牌 我觉得这方面需要改善一些 是我们自己这是开车来的 如果我们是游客 我们坐公交车来 就这么漫无目的的往前走 这个非常消耗体力啊 你看现在我们就要拐弯了 前面这应该是铁路 是吧 这个没有任何标 咱们再往下走走吧 还能走吗 我看那边 那边是 来我看看 看看 丁村遗址的 这没见着 这即将我们要拐的时候 那边有个丁村遗址 咱问问那大爷 大爷咱们丁村遗址在哪啊 就在这儿 哦 丁村遗址 这样去现在有什么标志性的物件 能知道它的遗址吗 这个我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啊 我们的游客一般都是从那边进景区啊 我们可能往这个方向 从这边两个眼睛往过看 但你会发现 这十倍这儿 丁村遗址这四个字呢 是写在背面的 如果刚才不是我默然回首 这我估计我们现在已经过了铁轨了 这过了铁轨估计都已经出村了 就再往那边走 不知道走哪儿 得亏这儿 丁村遗址 应该就在这儿 我们来瞧瞧 我觉得我现在不像是来旅游的 我像是来考古发现的 说这地方大家伙 你仔细琢磨琢磨 通过我们的镜头啊 说你发现不出来 这个到底就除了这块碑之外 石碑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能突出 它是丁村遗址呢 丁村遗址当年被发现时 那是何等的轰动和热闹 但村民大爷说 这里除了这块碑之外 什么当年的遗址 挖掘的痕迹都没有了 彭宇在碑附近溜达了半天 我们决定返回 因为也不知道具体在哪里 挖出的古人类化石 当年挖掘的时候 在村里有什么好玩 有趣的故事 在这里都没能体现 可能必须得到村里的博物馆 才能得到答案 可是我们想说的是 这片遗址 既然也算一个景点 真的是除了这块碑 就没有可开发利用的了吗 两个主持人 两支小分队 南北五个景区 互动式体验 给景区把卖 这里的服务管理到位吗 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除了有景时盘之外 再设计一个炸了 把游客阻挡在外面 这里的旅游产品供给如何 旅游项目的开发和推进怎么样 景区如果稍微用心一下 可以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拍照圣地 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 文理大发现 旌旗明察暗访 点点会更美 正在路上 景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质量 是否完善 是否到位 确实是旅行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可如果在这些都做得很好的基础上 服务再人性化一点 再融入开发一些文化 民俗 或者是游客体验等内容 这种旅行 可能就会让人更加印象深刻 你瞧瞧 这自己瞎转悠的彭宇 此刻就对景区的文化 民俗 以及体验的开发 有话要说 期待我们能有一个讲解 有个讲解人员是最好的 没有讲解人员 我们来到这几个院子里 光看一些墙面上的介绍 你说感受不到丁村的魅力 就是我们有一些讲解啊 或者说呢 我们有个电子的讲解是最好 因为我们这院呢 特别的精美 总觉得来这儿 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好尴尬 你其实很想 摄入一些知识量 但你会发现 你来这儿 只是随便的转一转 在村口买票的时候 工作人员说 讲解人员今天正好不在 于是我们只能凭着感觉 自己意会 还是整体感觉太清净 而且这个 我们应该其实能从这个 古院落当中的人类的繁衍生息 包括他在整个历史 进行当中的一些故事 如果能了解的更透彻一些 我相信这个旅游起来就有意思了 当然你比如说 人家很多人懂历史 懂艺术 那一来看得非常的好 但你说对于很多 平常的游客来讲 来到古宅古院 其实了解了 就是他当年的一些历史文化背景 还有在这方土壤之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丁村这么有名气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对吧 因为我们丁村呢 他不只是这明清时期 在人类发展的衣食 丁村就参与进来了 是吧 溜达了半天 我们其实就是一头雾水的走了一圈 看起来这墙面上介绍的 应该是近南当地 在明清时期结婚的习俗 还有一些当时的服饰等 但想再了解的多点 就只能靠想象了 最后在丁村博物馆 我们又从墙面上的文字 简单了解了一些 当年挖掘遗址时的情形 就这样 丁村的几个景点 就算是逛完了 没有印象什么内容 没有有趣的故事 唯一的看点 还是彭宇自己强烈要求才体验到的 但是我能进来看看您支部吗 我看家家户户都有这部啊 不是家家户户的 但是比较多啊 我见了好几家都有这支部了 景区里面有一家 景区里面出口 那也是您家的 那您是 我是总监 哦 您是总监是吧 都是您的产业这些 对吧 金梭银梭岁月柔梭 我呢就今天不走 我就在丁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丁村这个董事长 我这姐姐董事长 总监 技术总监 就看着我 就说我这小伙子特别有灵性 你看白线都是我知道红线是之前的 就通过面向上 大家伙你来琢磨琢磨 一定就能看出我心灵手巧 对不对 旁边那位说了 彭于我根本不相信 这没有几十年的功夫根本下不来 您别着急啊 我给你琢磨琢磨 看着 这就来了 看着动作多么的轻巧 走 轻轻的 过来 看见了吗 走 行云流水 董事长说了 你看是按年薪算的 还是按这个月薪算的 月薪 月薪您决定给我多少钱 就我这今天这技术 今天这技术 这个技术您还得交学费的 我这还得交学费啊 我这刚才给您支半天 您不给我贡献啊 你还得扣你贵 你看全是次品 你看您做的 等了 你看我这全层次品 刚才我觉得我这状态挺好的 你怎么把这个口诀记住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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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说是这个流通 但是说 你要正了八经啊 金缩银缩 穿梭自如 你没有两三年 你根本练不下来 而且呢 我这 董事长姐姐说了 是吧 他们家这个 土布是吧 在咱们的丁村 特别的有名气 走在丁村 我们确实随处可见 狗尼儿土布的招牌 这种纯天然的手工制品 其实作为游客 布的质量好 还是一方面 最有意思的一部分 还是体验 如果这开发成一个 旅游体验项目 大家来 能像彭宇一样 坐在一百多年的 古董织布机上 体验一下古法织布 那感觉 甭提多棒了 经过了一下午的 游览之后 丁村给我们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比如说古宅古院 一些古文化 当然还有一些 文化博物馆 都给我们留下了 非常震撼的视觉冲击 如果这个时候 有人在帮我们讲解的话 那就太好 其实对于很多人 第一次来 有讲解 能够知道这一切 土壤之上发生的故事 会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当然呢 整个街道 我们看起来 非常的整洁 非常的干净 但是有一些细节 有待完善 你比如说吧 我们应该规定一下 我们这 马路之上啊 禁止车来车往 或者说我们专门规定一个 比较大的停车场 要不这马路之上呢 如果车来回走了话 对于游客的安全 也是一种担忧 当然了 公共卫生 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这个卫生间呢 我们应该再多一些 旅游体验 旅游产品 其实也是旅行中的一种 更有意义的事情 更加好玩 有趣的体会 有了这些亲身体验 或者买到一个当地的文创产品 才会让大家火的旅行 回味无穷 我们的小分队 最后一站 来到了一个 很少有人问津的景点 这一站啊 文连带大家来到了 我们大同的普林景区 这一路走来啊 两边的路途呢 特别开阔 而且这个公路呢 可以看出来是新修的 所以这个路呀 特别好走 这里的门票呢 是40块钱 据说呢 这里海拔在1000米以上 这里的地貌呢 是经过十几万 半年形成的 有独特的一个器官 那么究竟里面是什么样呢 我们进去一起看一下吧 之前的景区 让我们的小分队 感觉虽然有很多不足 但还是有很多 可圈可点的地方 可来到这里 我们被眼前的一切 有点弄得蒙圈了 我们甚至怀疑 这真的是一个 收费的景区吗 这是景区吗 像镜头 而且啊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既然这里的地貌呢 经过数十万年 才能够形成 一定是经历过 这种沧桑巨变的 但是我们景区呢 保护措施 可能做的不是很到位 就仅仅拦了 这样的一根细绳子 特别容易造成 对景区的二次破坏 这么好的景色 是应该被保护 应该让更多人知道和了解它 大同的风吹着我们的头疼 而更让我们头疼的是 这个景区 这种类似的 依靠地貌开发的景区 在全国也有很多 但这里的基础设施的简单 还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原本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 只有一个简单的观景台 几个绳子围起来的围挡 一个工作人员 还有两只瘦弱的骆驼 就组成了一个景点 其实在这里拍照特别的漂亮 我觉得景区如果稍微用心一下 可以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拍照圣地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建议 我们在网上搜到了很多摄影爱好者的作品 可以想象 夕阳夕下 站在这里感受着千百年的沧桑变化 可这里没有更多的观景台 没有休息室 没有任何文字介绍 唯一有的就是善良的工作人员 看到这么冷的天 我们来到这里 给我们播放了景区的广播 来介绍景点 来到这里啊 给文联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比较原生派 感觉这里呢 可以开发和利用的空间都特别大 这里所有的设施啊 几乎就是像一些基础设备 基础设施基本上都没有的 所以我在想啊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景区 再多一些这个游乐设施 基础设备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两支小分队走了很多 看了很多 也体验了不少 每一个景区都有自己的长处 也有很多的短板 开发时间比较长的景区 基础设施方面 可能会因为技术原因 资金原因改善起来 确实没有那么容易 但可以在服务质量管理水平上 继续提高 但想让游客 有宾至如归 不需此行 旅游的体验感 参与感 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以及旅游产品的开发 这些都做到 才会让游客 有那样的感觉 风景美如化 服务还得更贴心 我们的体验式拍摄 才会真的做到 互帮互助 才会让景区美上更美 指点景区激昂体验 点点会更美 一直在路上 敬请关注